- 新車私訊又來啦! - IDBURS! 這一次有... SHOW GIRL嗎? 就是前面的表演 然後有主持人 - 我有聽到SHOW GIRL那個耶? - 對! YESY! 啊我位子太差 - 你很嫩耶!沒有搖滾區 - 欸搖滾區都是些什麼人啊? - 你有看嗎? - 他們是德國服師商旅 - 啊不同部門 - 你有記得印象有什麼? - 聽起來很屌的 - 台灣服師集團的總裁 - 台灣服師集團的總裁 - 台灣服師商旅的總裁 - 服師的總裁是外國人 - 然後還有 - 服師商旅全球業務即行銷副總裁 - 好長喔 - 歐陸即國際市場業務總監 - 大咖都來了? - 哇... - 然後有獎品 - 為什麼是兩個? - 一個是預賞會 - 喔預賞會也有 - 預賞會給你一個什麼? - 藍牙拉拔 - 擺起來蠻好看的 - 音質就... - 不通 - 可以連接就對了 - 對 - AUX也可以接 - 這是一個藍牙喇叭 - 這樣做 - 還有一個這個服師的行動電源充 - 喔這個我有看過 - 服師的行動電源充 - 好不好 - 我們常常會去拿一些這個禮品 - 等我們新車私訊 - 流量穩定破10萬之後 - 我們以後的禮品都來抽給觀眾 - 好像不錯耶 - 好我們就挑選下面的觀眾 - 下面留言 - 不要在下面留言了啦 - 欸 - 不是啊 - 大家都常講下方留言嘛 - 啊講到最後怎麼好像 - 只能變成特定人士講 - 好像我講這句話就變成 - 喔這要學誰 - 喜歡嗎 - 下面留言 - 下面留言 - 啊不然哪裡留言 - 蛤 - 左邊留言右邊留言 - 不要留言啦 - 幹的都不要留言啦 - 哈哈哈哈 - 好啦我們就以10萬為一個目標啦 - 好不好 - 大家就盡量分享 - 盡量點讚 - 像這次兩個 - 我們就說出兩個 - 當然 - 大把握啦 - 如果哪一天 - 我們被人家點字做記號 - 變成拒絕往來物 - 禁止我們入場以後 - 我們就沒有了 - 且看且珍惜 - 且看且珍惜 - 真的我們已經有被做記號了 - 有些已經拒絕讓我們去了 - 呵呵呵呵呵 - 好 ID Bus - 開始 - 那沒什麼 - 沒有 我沒有放聲音 - 喔你沒有放聲音是不是 - 喔你怕版權 - 你有太過了 - 啊我唱到了 - 雙色塗裝 - 嗯 - 浮世昌宇這次引進的是長軸的版本 - 對不對 - 對 - 可是我喜歡短軸的 - 我覺得短軸比較可愛 - 可愛的東西就是短短胖胖胖肥肥的可愛 - 那長軸的是比較合用 - 而且這一次進來吸注這三點 - 我記得也是復刻 - 復刻以前的古時候的那個 - 那後面的三點 - 還有很大的LOGO - 我覺得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- 就是它的鋁圈啦 - 我覺得節能蓋沒有關係 - 節能蓋像一個趨勢 - 但是它應該把它做成像以前的那一種 - 鏡面的那種 - 圓形的 - 復古的蓋子 - 它也符合節能蓋嘛 - 這我覺得是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- 把它做得太普通了 - 還有尾燈的地方 - 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很可惜 - 做得太現代化了 - 復古感也不夠 - 因為我喜歡它是那種 - 又現代又復古的感覺 - 採用MEB啦 - 模組化電動車的平台 - 拉載容量 - 喔91耶 - 算滿大容量的 - 但是因為它的車比較大 - 所以它的重量應該會比較重一點 - 2600公斤應該是算滿重的 - 重 - 因為你看現在很多的一些停車塔 - 機械停車其實 - 最重我看過大概是兩噸 - 一般兩噸以上它就不接了 - 那電動車是不是不太能停那種 - 不太急 - 我看過機械車會最重 - 目前我看到的是兩噸 - 觀眾朋友可以留言 - 你有看過更重嗎 - 你拍這個前面 - 我不知道你們在看什麼 - 這裡有拿普龍 - 保麗龍升級版嗎 - 鐵尼龜升級變什麼 - 卡普龍 - 這是水線龜喔 - 水線龜第三階 - 喔第三階 - 你會不會那個寶可夢粉 - 溫衣炸小時候就是叫卡通 - 後來你們長大才叫動畫 - 不行嗎 - 不要再拘捏在卡通跟動畫之間 - 一樣差不多的東西 - 聽得懂就好了 - 對 差不多的東西 - 欸這個線好像有一點 - 還不錯 - 哈哈哈哈 - 我想說一大堆在看這個裡面 - 到底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- 也沒什麼啊 - 就一個這個雨刷的噴水壺嘛 - Mosswagon ID Bus - 它現在只有一種規格嘛 - 後軸同步式馬達 - 就是後輪驅動啦 - 電子容量91跟81嗎 - 91是總容量 - 可用是86 - 有備用是不是 - 對 - 286匹馬力 - 應該也夠用了啦 - 最大能力57公斤 - 0到170.9也是蠻有力的啊 - 蠻快的啦 - 7.9好像是現在 - 一般他們會調出來 - 比較合用的一個數據 - 因為再快太猛了 - 我發現很多車都差不多調到這個 - 0到100 - 差不多在7秒左右 - 因為給你再快 - 第一個用不到 - 第二個你真的裡面 - 裡面人跟東西都噴光了 - 所以我覺得好像他們有一點 - 故意會把這個數據調到這個 - 並不是他們沒辦法跟光 - 我猜啊 - 因為我看好多車的數據 - 都在7秒多這樣 - 反正你調更快 - 好像沒這麼太大意義 - 續航里程 - 西北七 - 487 - WLTP - 然後是CCS2 - 快中工 - 200 蠻快的喔 - 外觀上承襲T1的血統 - 你看它嘴巴有點像那個 - 鐵人28號那種 - 厚道厚道 - 那T1是那種有一個V字形的線條 - 然後燈置在V字形線條外面這樣 - 還是有點像啦 - 主要是大LOGO啦 - 它有雙色塗裝 - 那V改成有點像EU了 - 承襲類似這種的感覺 - 保險桿下面這個有沒有很像那個濾網 - 空氣清液機啊 - 冷氣啊 - 你看現在那個新的Carola有沒有 - CCA前面那個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- 剉蘿蔔絲那個 - 有像嗎 - 剉剉剉 - 感覺會有蘿蔔絲跑出來啊 - 這比較像那個琉璃台 - 會去買一個塑膠的濾網來包在那個Core- 裡面 - 有沒有一點像這種菱形的網子 -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發表會越來越難進去的嗎 - 對啊 - 哈哈哈哈哈哈 - 搭載IQ Lite是智慧頭部組 - 你看黑色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顯眼 - 這個一定要買雙色 - 我有一個朋友本來訂單色 - 結果被我一講馬上去改雙色 - 怎麼會有人訂這個訂單色的啦 - 這個單色看起來 - 你乾脆買PREVIA就好了 - 哈哈哈哈 - 對吧 - 你有沒有覺得就像一台PREVIA黑色 - 然後用一個大LOGO而已 - 你有沒有覺得PREVIA改款的唷 - 老人在訂單色的啦 - 真鬧了啦 - 內裝是雙色的設計 - 我跟你講 - 藍色跟白色 - 我跟你講它方向很白色超漂亮 - 藍色不行 - 但我覺得它這個綠很漂亮 - 有一點這種薄荷綠的感覺 - 有一點這種馬卡龍色的感覺 - 藍色就普通了點 - 四項手動調整方法 - 然後這就是我上次說它因為跟著系統 - 講到這個我有話講 - 我認真的覺得它這個就跟上次那個恩亞可都一樣 - 我強烈的建議以後 - 你要做那麼小的乾脆不要做 - 你乾脆把它做在儀表這邊做抬頭就好 - 我不認為這樣子會比較貴 - 我覺得HVD還比較便宜 - 不要做了嘛 - 特斯拉都沒做給你 - 你都無所謂了 - 賣你兩百萬你都無所謂了 - 我是像覺得 - 它中間的螢幕也沒在多小 - 還不用被人家臭 - 不用對你臭 - 不要說我啦 - 一定也有別人臭那個吧 - 因為 - 遇佳之罪何況無辭 - 為什麼都要退到我身上 - 別消費者會錯吧 - 就取消然後就投射就好 - 只是發發牢騷 - 給馬行控就好 - 引擎提供鈕在方盤的右方 - 這邊我發現是充電孔是不是 - 有兩個充電孔 - 還蠻厲害 - 它的排檔在這邊嗎 - 對 - 懷檔的地方 - 十二點九吋的多媒體 - 中控螢幕 - 哇全部都英文介面 - Welcome - Hi, I'm IDA - Your personal voice assistant - 語音助理 - It's my type pressure, OK - 我的胎壓可以嗎 - 你可以問他我的胎壓OK嗎 - 四種駕駛模式可供選擇 - 有 - ECO - Comfort - Sport - Individual - 個人的模式選擇 - 座椅彩 - 織物跟皮質的混合質量 - 外框是白色皮 - 中間是有一點點像我的新的衣服 - 那種泡泡 - 床前座都有這段小型的暗子 - 它有暗子 - 它有暗子 - 它有暗子 - 腿可以加長 - 對 - 很不錯 - 我不喜歡這個 - 這個有點白滑木的感覺 - 然後那個飛架就是可以關起來 - 關閉你就能夠走在三角面 - 對 - 我不喜歡這個 - 過小時候是有那種貨車是前面上台 - 這些上面 - 這是Play跟Stop - 真的耶 - 這是套屎啦 - 有沒有截圖 - 左右有相當大面積的三角窗 - 這個是減少四線四角 - 門板上也有Type-C充電座 - 不錯 - 商用車就是要越多充電座越好 - 滑門的也有 - 側面也有充電的 - 不錯不錯 - 商用車就是要越多充電 - 甚至它第三排 - 也還有充電座 - 也有 - 商用車就是要這樣 - 客人也要充啦 - 對不對 - 折疊式餐牌 - 欸不錯 - 可以吃你們了 - 馬庫兜拿路 - 第二排有航空調 - 都也是第三區 - 主被動安全部門有7G的輔助系統 - 以一個IQ Drive的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- ACC主動式的車具條件 - RTA後方橫向車流解釋系統 - 包含煞車輔助系統 - SIGN ASSIST - 車側防線解釋系統 - TRAVEL ASSIST - 智慧車陣傳說系統 - IMAGESY ASSIST - 緊急代言輔助系統 - 它會用符號跟聲音警示介入 - 然後會打雙簧燈 - 我跟你講 - 這個還不是最新的 - 現在最新的那個福斯的 - 我看國外的影片 - 就是它覺得你 - 開自動駕駛已經睡著了 - 它首先打雙簧燈 - 它車速會放慢 - 它會按喇叭 - 啪啪啪啪啪叫你起床 - 安全帳會緊縮勒你 - 咬你站起來 - 然後你還是都沒起來 - 可能你昏倒了 - 都睡著了 - 不知道 - 反正你就沒有去控制它了 - 然後它就慢慢的靠邊 - 然後就到路線 - 然後就停下來 - 那至於有沒有撥緊急電話 - 我就不知道了 - 我都吸收最新的國外資訊 - 給我告訴你 - 國際消息 - 我們雖然不專業 - 偶爾我們還是不小心 - 會刷到專業的東西 - 喔 啊這也像 - 台灣區的總產 - 喔台灣區的總產 - 喔你真的有到餒 - 喔來來來來拍手 - 對 - Pro S 239.8萬 - 單一規格 - 哇有很多人說很貴 - 哇這回到未來 - 布朗博士Dr.Brown - 美好時光總體 - 為什麼會找他 - 因為他是發明時光機嘛 - 然後他就是以T1復古車 - 跟這台做一個電解 - 哇這次有來了 - 看來CCS5 - 現在台灣要4位 - 做了395 - 把這一定被選貴的 - 我跟你講PTT - 拉起來沒有很會的說明 - 我沒有跨過這台車在上面 - 已經說熟了 - 來第一個車太重 - 慣性三路不好開 - 配上車價錢很糟糕 - 說實話外型也難到我 - 但是外型說不行 - 我覺得那兩次沒關係 - 應該有問題 - 車是一定中的 - 那三路不好開 - 沒有人會開去跑上去 - 不可能還要開吧 - 好可愛好貴 - 這個風向就是一定要做出來的 - 車站很讚 - 太貴 - 還有一個太貴 - 好可愛 - 每個都做出來 - 240 - 唉唷 - 有一個說不算貴有沒有 - 這個就是怎樣 - 財富自由財富自由 - 不是服侍業務 - 呵呵呵 - 欸 - 哇媽 - 潑髒水先啊 - 空間舒服 - 露營應該很爽 - 唉唷 - 又有一個說不算貴的捏 - 欸不錯喔 - 這個說不貴的 - 我給它Respect - 好你們說這個就信仰啦 - 這個就是在露營的啦 - 可是沒有露營模式很好笑欸 - 腳面刀客群也很少 - 超可愛 - 台灣有錢的房子很多服飾 - 很像小 - 欸這都 - 欸 - 這是PTE說的喔 - 前這台操控的就是硬藥酸 - 欸也是啊 - 滿莫名奇怪的 - 大家都說沒有露營模式蠻奇怪的 - 這明明就是 - 感覺就是像跑戶外的車 - 有人猜說是不是在擠牙膏 - 以後會有露營款才會有這種功能 - 沒有那個可能要訂閱制 - 請付費開啟露營公園 - 你可以單次付費 - 比如說禮拜天要去那個 - 你可以購買三天露營公園解鎖 - 還有什麼首次免費試用 - 欸首次免費試用 - 先看廣告嘛 - 你空調被關掉了 - 你就先看廣告 - 看完之後再開啟 - 再繼續睡 - 有人說很醜 - 我很嫌醜 - 我想把老婆長什麼樣子 - 嫌醜了 - 欸不過好看的偏多啦 - 大部分真的是外型九成九是OK的啦 - 好 七人座電動車 - 台灣目前沒什麼對手 - 這個開價大概 - 欸沒什麼對手嗎 - 好像沒有什麼電動車 - 但目前都是七位車 - 台灣不太出七人座電動車 - 這個開價大概給過嗎 -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- 這台算是有傳承的意味嘛 - 對 - 那有沒有什麼經典的車款 - 你會想要讓它做電動車 - 或者是你不太喜歡這種 - 把舊的車款拿來做電動車的感覺 - 比如說金規車啊 - 哦 - 我有講過了 - 一定喜歡的 - 還是什麼不喜歡 - 啊你會覺得做電動車 - 會不會違反它原本的那個俗衷 - 一定要復刻 - 現在就流行復刻好不好 - 觀眾朋友 - 你想看哪一款車 - 被復刻稱電動車呢 - 不要留言啦 - 呵呵呵呵呵呵 - 喜歡我們的這個新車私訊 - 記得這個務必多分享按讚 - 讓我們知道 - 那新車私訊 - 我們下次見 - 拜拜